南韓將在四月十號要舉行 他們的國會選舉 這一回總共要選出三百個國會席位 那麼包含了選區議席 以及比例代表議席 那麼以南韓制度來說的話 他們除了在四月十號當天投票 還有所謂的事前投票制度 就是要方便在四月十號當天 沒有辦法前去投票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兩天 也就是四月五號跟四月六號 事先去投票 那麼在四千四百二十八萬合格選民當中 有將近一千三百八十五萬人 已經投了選票了 那麼佔比就來到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二八 這是南韓在二零一四年 啟用了這一種事前投票制度以來 首度投票率呢 是超過了百分之三十 現在各界要觀察投票率之外 還要觀察就是影席院 對於這一場選戰他所帶來的影響 因為我們來看到是這場選戰當中呢 被視為是影席月 他執政兩年來的其中好了 那麼現在南韓的執政黨 也就是國民力量黨 就希望可以力拚目前的朝小野大的局面 那麼為接下來三年影席月的執政呢 可以提供比較大的助力 那麼當然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則是希望可以保住現在的國會多數地位了 那麼雙方彼此角力的過程當中 就被認為影席月他現在的民調聲望 其實是非常關鍵的 那我們就來看到 這是有南韓的網路媒體能源經濟新聞 他們所委託做出來的影席月執政好評率 以及差評率的比較 你可以看到好評率就只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三 儘管比上一個星期呢是上升了一個百分點 可是比起差評率卻是高達了百分之五十九點五 那麼很多人都認為影席月他現在在南韓來說的話 包括了食鹽的風波 還有任用任命人士的風波等等 都是影響他的民心 恐怕也會重創執政黨在這次的選情 以上訊息提供給您 演戲局鎖定華視新聞 哈囉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